美洲貿易戰開打 兩國經濟角力的拉扯下 打亂全球股民的心 市場避險情緒明顯升溫 而美聯準會預估年底前 再升息兩次 受惠最大的就是金融業 在升息的環境之下 升息的環境之下 基本上銀行 受險業的獲利都會跟著上升 所以說升息的環境 對金融業也是相對是比較好的 以全球在外流通的債券規模來說 金融債占比將近四成 市場規模非常大 今年上半年 台灣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債 總金額高達台幣705億元 中美貿易戰 很多議題的討論之下 其實股票市場波動是比較大的 金融債來講的話 它也是一種債券型的產品 只是說基本上 它是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 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 基本上有什麼好處呢 很簡單 因為它是金融機構發行的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跟金融業的獲利是息息相關的 國內投心業者 早一步秀出發展前景 率先推出金融債相關標的基金 對於想要強化收益 卻擔心風險的投資人來說 又多了一個方便的投資標的 三立新聞談悟性太噁的